今天裡面是會被約束 因為那是屬於奧運的範疇 但你在奧運外面的時候 它是管不到你 我覺得要尊重主辦單位 還有比如說奧運 你要尊重奧會的規定 這是一定要 就像說我們說 我們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賽 這個不要去太多 不需要做過多的抱怨 因為這是一個機會 不要因為一個意識形態的想法 去扭曲選手的出路 選手需要比賽 它才能成為真正的選手 台灣在國際地位上面 還是稍微有被打壓 一定會的 所以台灣人顯得更堅韌 因為這樣所以變得更強韌 更強大 我覺得這不是壞事 在場內我覺得還是尊重 不要去做過多的抱怨 原則上大家都以和諧為貴 台灣是一個值得我們榮耀的一個國家 就像說中國台北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台灣一樣 這樣的情況再加上我們台灣人的熱情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人對運動的認知已經提升到某一個國際程度 請說 想問一下你們這次規劃來奧運的看原因 原因是什麼 剛好順便來 最好原因 因為我們是很多單項的裁判 對 所以說我對各種單項都會比較有興趣去瞭解 感受一下這種國際賽的氛圍 因為畢竟在台灣 我自己本身是有參加過世大運的運動裁判 那在FINA的 那個2019年的公開隨意游泳 在日月潭的時候 我本身也是籌備委員 對 所以對於賽會的整個規模 我很有興趣 對 那你這一趟來這邊 大概有看哪些了嗎 事實上我昨天才來到 昨天才 前天才從東歐來到巴黎 那昨天好像才到 那因此時間很短暫 所以我就沿途看 那當然我會鎖定在鐵人三項啊 游泳啊 田徑 因為我本身也是田徑裁判 所以對於場館 還有整個賽會的氛圍 我非常有興趣這樣子 那這樣看 這兩天這樣看下來 感覺如何 感覺 當然 因為參與一個賽事 是一個很融場複雜的過程 所以我們可以提供 主辦單位的辛勞 不過相對我們也有一些 可以看到 譬如說 最明顯的就是說 鐵人三項比賽 原定在今天早上 八點要比賽的 結果呢 因為水質的關係 它必須圓到第二天 那這樣的事情呢 其實是 我不願意去認定 確認說 或者說同意它 它是偶發的 因為那個水 塞奈河水質 有一定程度的 那個水質在 不會因為昨天 今天要改變水質 那他們把比賽 引到明天早上 你也無法去寄望 明天它就變好 那事實上 我們上週 我在東歐看到 馬克王總統 他跳到山蠟 去展示他 對水質的確認 其實呢 我們不得不否認 這個作秀成本 高過水質 真正好的程度 那尤其我在參與過 包括公開水質 那個 FINA國際賽的 那個續跌 循環賽 公開水質 十公里的比賽 那個前後我們對水質 都有 認證單位的確認 還有認可書 才能提報的 那這樣的過程裡面 那再看到 塞奈河水質 我昨天一到 我就覺得說 這樣的水質 比賽 不僅是鐵人三項 連公開水質游泳 都是一個 對選手都是一個 相當大的挑戰性 而且他還有一個 一定留宿的 的情況之下 對選手的 考驗跟挑戰性更高 那關於說游泳 因為游泳也是 大哥你比較專精的嘛 那剛剛你有看到 冠紅比賽嘛 就是影片 看影片 那你覺得說 他今天表現 你自己覺得 其實在預賽的過程 對一個精英選手 在預賽的過程裡面 他 他都是先穩住他的 基本盤 他的目的就是要晉級 而且晚上 今天馬上就有 晉級到 Semi-Final的比賽 所以呢 這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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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賽對台灣人是 其實是穩超勝券的 所以對台灣人 他只要有一定的 付出一定 基本盤的實力 他就可以掌揭出來的 所以他不需要 太費力 因為 晚上晉級賽呢 慢慢就提高 他的重要性 那當然到決賽 不用說 這絕對是全開的 所以特別來支持一下 這次台灣 對 事實上我剛剛也跟黃志勇教練 有私立跳聯繫過 對 當然 不管這是 這個 順先在握的比賽 不過呢 晉級就是一個 鼓勵跟歡喜 這邊想要再請問一下 哥哥姐姐 就是你們 來歐洲旅遊 然後把台灣穿在身上 對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決定 因為台灣是一個值得我們榮耀的一個國家 就像說 中國台北 就是大家所周知的台灣一樣 對 就是這種感受 因為我上個禮拜 我自己本身也在 匈牙利的巴拉通LAC 進行5.2公里的公開水域游 那這種比賽呢 大會 我們剛到去報道的時候 大會告訴我們說 我們是 頭兩位來自台灣的選手 那我也很榮幸成為 讓台灣成為 50個參賽國當中的一個參賽國 對 那姐姐要不要分享一下 台灣是我們值得驕傲的地方 你的感覺是什麼 那當然啦 台灣 大家都知道說台灣是一個非常 人民非常善良的 所以 人情味是非常重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會很喜歡來台灣的 有沒有覺得說 透過一些體育賽事 讓大家更知道台灣這件事情 覺得如何 其實台灣運動賽會在台灣 這幾年來的確是蓬勃發展 那其實賽會 對人民 對賽會的認同感呢 其實反映出一個地區的繁榮跟富裕 因為這是相對的 那儘管說 很多國家 他們對運動的熱情 跟我們的出發還有過程 是截然不同的 那台灣在這個奴隸過程當中 是成功的 那儘管我們也沒有西方國家 對天生對運動的熱愛 但是經過我們大家 全民大家的奴隸 其實包括說 大家參與運動 包括說 鐵人參加比賽啦 陸華賽啦 那現在在台灣是澎湖發展的情況 就是這樣的情況 再加上我們台灣人的熱情 其實 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人對運動的認知 已經提升到某一個國際程度 對 我們是有聽說 有跟他講 這個要注意 對 因為我們不是會急 對 會 基本上 其實 我們只要 我們不在這場地裡面 這場地外面的時候 其實他 並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 約束 對 所以你知道進到裡面的時候 進到裡面是會被約束 因為那是屬於奧運犯罪 但你在奧運外面的時候 他是管不到你 那是一個自由行為的表現 了解 大哥 那我們想再另外跟你問一下 您覺得對於這件事情 你打國旗的事情 對 對 拿國旗進場 然後就是 觀眾會被驅離 會被驅趕 或被禁止 是 你這件事情怎麼看 我覺得 要尊重主辦單位 還有比如說奧運 你要尊重奧會的規定 這是一定要 就像說我們說 我們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賽 這個 不要去太多 不需要做過多的抱怨 因為這是一個機會 不要因為一個 意識形態的想法 去扭曲選手的主意 選手需要比賽 他才能成為真正的選手 了解 所以就是以尊重主辦單位 尊重主辦單位 然後也尊重選手 不能 因為大部分在講這句話 這些話都不是選手 那會不會覺得 稍稍就是有點 可能台灣在國際地位上面 還是稍微有被打壓 一定會的 所以台灣人顯得更堅韌 因為這樣所以變得更強韌 更強大 我覺得這不是壞事 就像說 就像在溫室裡面長大的小花 你會喜歡這樣的小花嗎 對 你一定喜歡在那種巔峰上 成長出來的那種 受盡風寒的蘭花 那種花 你會更欣賞的 這道理是一樣的 了解 所以就選擇在場外的時候 拿出來支持一下台灣人 但在場內我覺得還是順重 不要去做過多的抱怨 對 這樣比較好 原則這樣大家都以和諧為貴 了解 對 那我要怎樣 遠遠的這樣就可以 對 遠遠的這樣就可以 對 然後我們拍一下 對 對 好 我在游泳這邊 到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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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